第3096张国泽的卫装 王腾生气地甩着袖子 冷哼着 问我有何用 不知道派人去找吗 那凶兽出现在城市中 造成的后果你是知道的 杨城主瑟瑟发抖 他当然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万一事情闹大了 不止陛下北梁国荣不下他 就连组织也不会管他 所以他现在在紧紧抱着三长老的大腿 不过杨城主也只是在心中 暗暗抱怨着 若不是三长老自己设立的结界不稳 那些凶兽能跑出去 坏他的好事吗 本来事情在顺利进展着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完全打乱了他的节奏 尊上已经派人去寻找了 您放心 肯定能将事情把控在手中 杨城主满脸笑异地看着三长老 他事情已经安排下去了 王腾语气略为有些不耐烦 那你不停给我发消息是做什么 不知道我最近在闭关吗 冷淡的语气质问着 杨城主只觉得浑身发凉 这个三长老脾气太阴沉不定了 他与之对话都要谨慎再谨慎 杨城主擦了擦额尖的汗 讨好询问道 不知道尊上有没有收到我前几天的传信 以及我的想法 王腾听到这里 肉眼可见地冷淡了下来 他哼吃一声 你倒是会打算盘 你可知这么做的后果 杨城主眼眸一亮 觉得有戏 凑到王腾跟前 详细说着自己的打算 尊上 这件事情对我们只有好处 而且我们还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您看 那皇室派了那么多长老来周边编程巡查神了 不就是在找咱们组织吗 他们已经知道了尊上你们的存在 发现我们是迟早的事情 你看隔壁城主的下场 杨城主耐心规劝着 不是我说 尊上 难道你们就愿意这么一直隐藏着 等皇室集结了人 再进行反抗 王腾越听越觉得这个杨城主真是个人才 这么点事情 其所有明念的 背后隐藏的厉害都说了个遍 若他是三长老 指不定也会跟着心动 不过可惜 杨城主的这番表演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杨城主分析了一通 随后期待地看着三长老 王腾随意一挥 淡定道 放心 我会告诉掌门的 你还要什么需要说的吗 杨城主看了看王腾 随后摇了摇头 没了 暂时只有这些想法 行 后续我会安排的 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那些凶兽 你快去找 王腾立声呵斥道 杨城主连忙跑了出去 等杨城主离开之后 王腾才仔细观察其整个房间 房间里面残留着大量的凶兽气息 王腾感受了一会儿后 禁闭双眼 释放出神事 穿梭在整座城之间 很快 他定位到了一处熟悉的地方 王腾豁然睁开眼 眼中冷意乍现 他回到轮回真界中 三长老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王腾怎么又出现了 就见王腾直奔九头归的方向 三长老健壮 恋下眼中的异色 王腾找到九头归的时候 只见九头归被人随意地把挽着 把玩得正是那得之前 因为身体不好而昏厥的郭泽 王腾一脸冷意 气愤道 倒是我小瞧了你 居然被你给蒙混过关了 不容易啊 又是病弱的 又是手无伏击之力的 郭泽此刻也不装了 他脸色没有丝毫病气 笑眯眯地看着王腾 呀 没想到居然被你发现了 王腾是吧 久仰大名 我算是明白了你为什么在被别人追杀的时候 能隐藏数年 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啊 郭泽左右看了看 像是很满意这个地方 蛮横道 这里我看上了 试想的话 就乖乖交出来 王腾脸色铁青 被人这么摆弄了一招 也是他太过于自信 以为眼睛看到的就是真的 却忘记了 别人也会跟他一样进行卫装 九头归羊躺在郭泽手上 他张扬着四肢很是狼狈 他大喊道 王腾 王腾 我就说要先弄死他吧 你看看你干的事 对了 他跟外面那的人是一伙的小老鼠 与美元符号 星号百分号 九头归说着说着就被打晕了 王腾眼神冰冷地看着郭泽的举动 郭泽随意地将九头归扔在地方 挑衅道 呀 不好意思 手滑了 眼神满是挑衅 王腾紧捏着拳头 压制住内心的怒意 你跟那的三长老是一伙的 你也是那的组织的人 我猜猜 你实力不俗 还能困住那么多凶兽在我眼皮子底下不被发现 想来也是长老级别 郭泽拍了拍手 不愧是王腾 找得这么快 还一下子就猜到了我的身份 这让我有些不高兴的 王腾恋下眼中一色 他当才通过那些凶兽残留的气息用神式搜寻 却在郭泽偏僻的院子里面发现了被封印的凶兽 王腾便明白了一切 想来这个郭泽是那组织的人 一直用着郭泽的身份 掩人耳目 甚至让阳城主以为此人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就是不知道这个郭泽为何在外面面前被无数医者诊断为体弱 看他这面容滋润的情况 完全不似要死不活的样子 王腾并未搭话 这次是他失误了 居然将这么一个隐患放进了自己的轮回真界中 也幸好他发现得早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了什么 王腾侧身向后看去 果然看到了三长老正在活动活动筋骨 见王腾发现了 他阴森一笑 反应不错嘛 这么快就发现了 三长老身上的枷锁被郭泽解除 王腾一个人要面临两位长老及人物 王腾不敢马虎 他时刻盯紧着两人 两人完全不装了 高傲地看着王腾 好似王腾已经落败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打一个人都要吃力 更别说对上我们两个人 王腾 我要是你 我会很适去的 郭泽张狂笑着 王腾内心没有丝毫的慌乱 也并没有被他的情绪所影响 是吗 拭目以待 你们虽然是两个人 但是别忘了 这里是我的地盘 第三千零九十七章 王腾被困 郭泽好似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 捧腹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的地盘 要守得住的才是你的地 小子 知道你天赋高 但是天赋高也不是万能的 王腾不爽地顶塞 轻蔑一笑 是吗 事事不就知道了 呵 你们是一起上 还是担得来 王腾不屑的眼神刺激到了郭泽 他本来就对王腾之间的行为不满 有这教训的好机会 怎么着都要让王腾看看 惹了不该惹的人的下场是什么 三长老你先休息 这里有我足以 郭泽叫住了蠢蠢欲动的三长老 跟王腾有矛盾的不止一个人 三长老想了一下 自己修为还在续剑恢复 便没有逞能 郭泽站到王腾面前 面无表情地上下扫视着 王腾被这样的眼神弄得很是不爽 郭泽笑了笑 小子 我先让你三招 可别说我仗是欺人啊 王腾微眯着眼睛 浑身散发着不好惹 郭泽见状只是笑了笑 王腾手腕一翻 力剑默然出现 直指郭泽 郭泽拍了拍手 无为地拿出自己的武器 虽然很是不爽 王腾依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这郭泽简直太让人惊恶了 弄这么一处 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王腾摒弃所有的杂念 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调转体内的仙道之力跟暗影之力 棒果的气势叙事待发 一煞间 王腾如闪电一般 闪现到了郭泽眼前 对着郭泽的胸腔斩去 郭泽眼睛都不眨地等着王腾 王腾闪电般的速度在他的眼里 如同被放了慢速一般 所有的动作一览无遗 王腾并不知道 他使尽全力 在快要得手的时候 郭泽消失在了眼前 王腾拧住所有的精力 搜寻着郭泽的身影 皆无所发现 这时 王腾耳朵动了动 身体直接一个反应 一个躲闪 躲过了次来的一箭 此刻的王腾内心哗然 没有想到 这个第一次见面以为 弱不禁风的郭泽 居然隐藏着这么可怖的实力 不给王腾反应 郭泽直接近身想要拧断 王腾的脖颈 王腾提剑正开了郭泽 郭泽低头看着 微微颤抖的手 他能感受到刚才那一阵攻击 多么地凶猛 若不是他闪得快 他现在手已经异处了 不过这个王腾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是那种吹捧出来的 富家子弟 而且王腾反应力很强 看似处于弱势 实则能化被动为主动 郭泽收起来对王腾的侵蚀 双手核实 轮回真戒中出现了轰隆声 四周所有暗影之力 都会聚于郭泽体内 一旁看戏的三长老 却有些急了 老实 你别把人弄死了 给我留着 听见了没有 回答三长老的 只有轰隆声 三长老气呼呼地 看着处于漩涡中心的郭泽 王腾在一旁也没有闲着 他调动体内的暗影之力 发现居然调动不了 还隐隐有消散的痕迹 王腾略为睁大眼睛 有些明白这功法就是那组织的邪功 郭泽见王腾隐隐透露出害怕的神情 一脸的意 让你好好瞧瞧 什么才是主宰 说完 郭泽那浓烈的气势裹挟着尘土 如同巨浪一般 要将王腾给掩埋 王腾被笼罩其中 三长老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王腾见状不妙 连忙支起杰借进行抵挡 体内如同烈火一般在灼烧着他 王腾咬咬牙 哈哈哈哈 王腾 放弃抵抗吧 我这绝招 死在我手里的强者十只手都数不过来 你算老几 郭泽感受到了王腾还在赋予抵抗 嘲讽说道 王腾没有心思理会郭泽嘲讽的话语 他能感受到结界被外界的暗影之力在逐渐蚕食 三长老来到郭泽身边 犹豫了一下 叹息摇头 老实 这术法 郭泽横着瞪眼看三长老 尊上亲自传授于我 这便是认同我的形式 你若是看不惯 自己上一边待着去 另外一边的王腾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体内忽冷忽热 好似要将王腾的脉络尽毁 王腾紧紧掐着自己的手 让自己在痛苦中保持冷静 他就不明白了 体内的暗影之力流失 他之前也经历过 但是为何这次会这么痛苦 王腾顾不上其他 连忙使出不灭今生第八重 哪怕他最后承受不住昏厥了 这个三长老跟郭泽奈何不了他 他已经开始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体内的折磨已经开始让他有些神志不清 他快撑不住了 没有想到有一天 他王腾会栽在疏忽大意上 这个郭泽的实力深不可测 王腾不是其对手 啊 隔了一会儿 传来王腾痛苦的尖叫声 好似经受了什么非人的折磨一般 郭泽则是一脸的异地 看着三长老 看到没有 之前那么嚣张跋扈的王腾 在我手里还不是过不了一招 你该好好提升自己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到头上也不怕人笑话 三长老冷哼着并不说话 毕竟这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 他无法反驳郭泽的话 两人静默地看着茫茫浓雾 只带消散 郭泽眼里透露出兴奋与期待 他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轮回真界这个地方 这样的好地方给王腾简直可惜了 卡 一声脆响从浓雾里传了出来 郭泽脸色一僵 难难道 怎么可能 怎么还没死 随之而来的是不停的各种声音 郭泽能感受到浓雾里面开始不受他的控制 王腾 拿命来 王腾额肩冷汗直冒 紧闭着双眼 他的耳边好似有人在控诉着什么 王腾很想睁开眼睛 但是他好似被什么给困住了 浓雾侵蚀了王腾的结界 迫不及待地将王腾给包拢住 哈哈哈哈 做太多的挣扎都是无用的 郭泽知道王腾的结界破碎之后 畅快地笑着 他就说 他的这招绝杀没有人能逃过 三长老进去不死也会脱层皮出来 更别说这个小子 还没长大的娃 郭泽放下玄着的心 开始在轮回真界中肆意走动 他已经将这当成了他的所有物 第3098章抵抗邪气 郭泽巡视起了整个轮回真界 无意中贴见了之前被他甩出去的酒头盔 顿时来了兴致 三长老见郭泽饶有兴致地 看着地上的酒头盔就有些好奇 你在想什么 他虽然比郭泽的年龄较大 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白过郭泽的想法 这人总是善变 郭泽给了三长老一个眼神 笃定道我还没有开了灵智的凶兽 我对他很有兴趣 他主人都要死了 若是是去 肯定会另则主人的 郭泽一副是在毕得的样子 三长老在一旁暗暗叹气 这个凶兽一看就不是那么好惹的 你杀了他的主人 想给他换主 恐怕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三长老怎么想的 郭泽并不担心 他戳了戳酒头盔 见酒头盔一点反应都没有 也就暂时失去了兴趣 见郭泽好似要离开这里 三长老连忙拉住郭泽 与其有些不满道 你就这么走了 万一王腾再出来呢 郭泽被这么一质疑 心情也跟着不好了起来 没好气到 我说了王腾会死就一定会死 三长老 质疑我就是质疑尊上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 我可没有兴趣照顾一个无能的 将你放出来已经人至意尽了 说完 不等三长老反应 郭泽便高傲地离开了这里 三长老恨恨地盯着郭泽的背影 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转头看向浓雾 虽然看不清里面的具体情况 但是三长老还是觉得 王腾没有那么容易就死掉的 不亲眼瞧见王腾死去 他是不会放心的 浓雾中王腾 整个人都处于痛苦当中 王腾躺在地上紧簇着眉头 因为有了八重不灭今生 郭泽的暗影之力 暂时无法侵入王腾体内 只能在王腾周围晃悠 王腾默然睁开眼 周围一片黑暗 他有些不明白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不过眼前的场景 王腾觉得有些眼熟 他警惕地看朝四周 五 王腾感觉自己浑身脉络 好似被打碎虫组一般 他半跪在地上 没有丝毫的力气 嘖嘖嘖 一道浑厚沧桑的声音 在四周响起 王腾捂着胸头 眼神很烈地看朝四周 没想到啊 又见面了王腾 那声音带着幸灾乐祸的语气 王腾醋眉 这人这鼠脸的吊吊 王腾第一反应 这人不简单 加上他还记得 自己之前经历过什么 他怀疑这个声音背后 就是那组织的人 王腾不动声色 等着那声音继续说话 爆出更多的真相 果然 那声音见王腾没有说话 以为王腾是害怕了 得意洋洋道 王腾 没有想到啊 你还是逃不出 我的手掌心 哈哈哈哈 你以为你将我逼出你的体内 我就无法达到我的目的 你错了 我一直直伏着 终于等来了这次机会 哈哈哈哈 王腾听着那唱狂的笑容 加上他那些话语 王腾眼眸为台 眼睛一亮 看来这人也是跟他失忆之前有关系 不过看这人应该不清楚 王腾暂时失忆了 说的这些话毫不设防 你怎么不说话 也不害怕 啊 我知道了 你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放弃挣扎 把身体交给我吧 交给我之后 你就不会有痛苦了 也就解脱了 交给我 叙叙叨叨的声音不停响起 如同恶魔一样在王腾耳边低难 蛊惑着王腾 王腾恋下眼里的异色 安静着 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声音发现之后 以为王腾终于要把身体 交给他 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很是兴奋 他绕着王腾来回折腾 确定王腾没有任何反应之后 嬉嬉一笑之后 猛地飞起 想进入王腾的内里 在快要成功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王腾咧嘴对他一笑 他愣住了 想停下来 但是惯性让他越发靠近王腾 王腾忍住快要碎掉的身体 站起来 他直接冲入了王腾的身体里 王腾得逞一笑 那邪气进入王腾最内里后 发现他居然被控制住 完全操控不了王腾 王腾轻笑着 感谢你送来的能量 我会好好利用的 王腾知道他现在面临的处境是什么 他大致能猜到这邪气跟他的一些渊源 也知道他现在是在身体的核心区 这邪气一直滋滋不倦地给他洗脑 不就是想成功占领他吗 不过王腾也不是吃素的 他之前一直拖着邪气 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实际他不停施法抵抗着 正当王腾剑压制住邪气之后 王腾便狠狠松了一口气 那邪气也不是吃素的 在王腾内里不停横冲直撞 不弄死不甘休士的 王腾并没有当一回事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吸收 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暗影之力 他得好好休息 等待身体自动恢复就能练化那邪气了 王腾在黑暗中盘坐着 丝毫不管身体的刺痛 那邪气感受到自己的能量 在一点点消逝 邪气慌乱了 再怎么沉稳 他也只是天地孕育出来 还在秘境中待了数万年 他都是自己摸索着成长的 结果三番五次在王腾这里栽到 邪气他怒了 他周围散发着浓烈的咽气 灼烧着王腾的内里 整个将王腾内里裹挟着 巨大的能量冲撞 王腾只觉得自己好似好暴体而亡 那邪气蔓延至王腾周身 若是有人进入锅泽的浓雾里 就能看到王腾皮肤布满了黑色的线 很是恐怖 他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至王腾的大脑 扑 王腾猛地吐了一口鲜血 大脑一阵刺痛 王腾没有忍住 在内里痛到直打滚 浑身好似从水里捞出来的一半 王腾紧紧咬牙 他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 不能让那邪气得逞 不然王腾真的就醒不过来了 双方都僵持着 王腾大脑不停传来嗡鸣声 好似无数锤子在敲击着王腾的头骨一般 王腾又是可血又是呕吐的 终于 他支撑不住 陷入了深度昏迷 那邪气也没有捞到好处 他在王腾倒下之后 浑身能量消散殆尽 好似的 感谢观看